Parents Daily 我当年真的不觉得自己太感慌 我觉得是很自然 我和我先生都是上班 当然在家里的时间就很少 小的时候都很紧张 他读书有没有需要帮 慢慢就变成了像一个补习老师 直到小学高小的时候 看到他的情况每放愈下 课程深了 又觉得其实他可以 只不过是差一点 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 给点鼓励多些 给点力 但是小孩时常都是回家 都是功课 功课 分数 成绩 而我甚至乎选学校 我都是选一些 简单说就是 功课多 我想小孩成长的日子 在学校里面 很大部分都是在学业 而父母和她的感情和关系 都在学业那里 是脱不了的 即是他成绩好一点 你就开心一点 很多时候都没有 去处理过她的内心感受 而且用自己的角度去做 去跟她沟通 就不太懂得聆听 直到看到女儿有自杀的念头 开始知道出事了 所以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如何调色自己 我们容许她有负面的想法 容许她有她的思 容许多了她去表达 而她表达的时候很珍惜 和去聆听 不只是以前听表面那一阵 就是她的说话 她在说什么 而是她当时 其实想表达什么 譬如说 她说 读书很辛苦 做人都很辛苦 如果我不是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 我就会说 做人当然是辛苦 你只是辛苦 我够辛苦 但当她肯说 做人很辛苦 读书很辛苦 我们会说 是的 读书真是辛苦 我们知道你很辛苦 但我们看到你没有放弃 让我女儿觉得被理解 她可以重新有一些力量 去面对她自己的处境 有一次我女儿离家出走 我儿子那时半夜起了身 坐在自己的床底里 就哭 我们走过去 你说姐姐是否不对 姐姐跟妈咪爹吵 是否不对 我儿子说了一句说话 她说 姐姐是不对 不过姐姐现在走了 很惨 半夜 冬天 她说姐姐没有穿拖鞋 那一刻真的觉得 为什么连一个小孩都看到 姐姐的需要 我儿子那时候 应该是一年班 很小 我们那时候听到之后 很难过 想改变 但是改不完 但当我儿子说回这番话的时候 让我们从头脑 对与错 分开到心 修正一路错误的观念 认识多了欣赏孩子 无论他是幼儿 无论他是青少年 从他的角度来看 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所想的 是这样的 我儿子在他的成长里面 父母已经是一个心态的改变 是多留意了他得的事 他做到的事 那这个改变又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肯聆听 不要这么多评语 不要常常以教育为任务 我以前的迷失 就是觉得我有一个目标 我希望你朝着我那个目标去 就将自己的意愿 所谓强加在他身上 那现在不同的就是 我会在他的身上 发现他的潜能和特质 他的线索就是 这个孩子的特质 每个孩子都有闪亮点的 一定有的 慢慢他会找出自己生命的流向 我在这里很建议父母 反而不是成绩上的追求 这个是会后果来的 自然的事 他喜欢的事他会追求 培养孩子有大爱 关心别人 关心自己 第二就是有梦想 有爱有梦的孩子 救了 我估计我的故事 只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 一个启发 希望就是 山没有转到 环境没有转到 条路差不多 不过人转 角度是什么 是从孩子成长的 需要的角度 来陪伴同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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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